包含了有四萬五千種的商品下廈四折戟 來 繼續再一招 會想到自己以前比較調皮的時候啊 媽媽待機也是 也是人生必經的過程 還是 玩水這部分是真的 媽媽從小就有交代 因為我小時候住的地方旁邊就是游泳池啊 所以農曆七月我媽就真的不太那種巨額 我記得我有那時候那一年就是 小時候最流行就是打那個快打旋風 然後我就換完那個 那時候換瓶子還可以換錢 我就剛好湊了五塊錢 然後我就想說去打一盤好了 因為也不會太久啊 沒想到那一盤打特別久 就是第一次要全破的那個 打到第十關就對了 然後我很緊張準備要跟那個 魔王對打的時候 聽到那個 門口有人叫我的名字 然後一回頭是我媽 然後我就很掙扎說 我要繼續把他打完嗎還是怎樣 然後我媽就說 還打 回去就被扁了 對啊我剛才跟那個 謝大哥在通電話 之前他希望我去演短劇 那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真的不太會演短劇 然後他又把那個 規則給我看 我說大哥我這個 我真的演不來 我之前上 朱大哥的節目 搞不好講每兩句話 我就下去了 那 那就是變成說 就是我 我不太 我很想 做些什麼 但是我覺得 我去做這個話 就是會做不好 對啊 然後 我們還是有聯絡啦 就是 就是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短劇的那個角色 並不是說 比方說像大調哥裡面 明眼朱大哥也就是 是不一樣的角色 所以什麼 我覺得 因為他原本 就是他本來就有那個橋段 就是他們朱大哥以前就有演 我都沒辦法 對不起我都沒辦法 那種秀場的那種文化跟節奏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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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個 經驗 所以就是 覺得做的話 我應該會 有一點 沒辦法 把它好好玩 是 很瘋狂的演出 我大概會 灑在台上吧 是不是怕台語 有點 沒辦法跟上朱大哥 那麼熱鬥 對啊 那時候跟朱大哥拍戲 他講的台語 我大概 有30%都聽不到 我是會台語的 他的台語就是真的很 真的很 很 很 很道地 我覺得不是道地 是那一種 他 其實他講的台語是有一點 有一點文學的 的說法 一般人是聽不到